哎呀 其實我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私釀酒應該這個時候 就算要拿去賣了 我們應該要準備六個糖一個酵母丟進去了才對 我們隨時隨地都應該要讓它能夠發酵的吧 這樣我們隨時隨地 也不是隨隨地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等那麼多的時間 反正對呀 這個本來就是用來賺錢的東西 為什麼會沒有多買那六個糖一個酵母呢 那在這邊的話 看樣子我在這邊已經有站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那一段時間的話 電話都沒有響 所以 應該真的是只有這兩個地方的那個花糞池突然之間不知道為什麼爆滿了 其他地方還沒有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哦 哎果然老闆就這樣子 是的 今天 我們的電腦就準備要來啦 當然我們的錢 差不多我現在身上的現金呢 差不多都會噴出去的感覺 總之我們是要先開車過去了 我呢再也不想要開那一個什麼環湖道路了 等一下 這車子這真的要發超久的耶 莫名其妙這輛車真的是 可是我自己的車呢 遊戲只要呢有一點點小更新 他就把我的電池給弄爆也不是什麼好現象啊 而且我們而且我記得沒錯的話我不知道他現在電腦是一箱的還是好幾箱東西喔 因為電腦好像是 好多配件嘛對不對 很久沒有去弄這個電腦了 等一下等一下最重要的事情忘了等一下這個彎道先給他過去了再說了 這個這個這這麼重要的東西 誰開車為了拉個安全帶還會往後看的啊 當然我們呢 也不是什麼開著外面的那個道路去啊因為我們中途 要順道去酒鬼他家呀 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個不小心又差點要超過酒鬼他家啦因為真的沒事呢 除了來賣酒給他賺錢不是啊其實我們應該呢 把他當成朋友對不對沒事就應該來找他一下的 怎麼會 只有賺錢的時候才會想到他 當然事實也是如此啊對不對 這個我們這個是現在的就是一個見錢眼開的狀態嗎 酒鬼 你要的酒 來了 所以這邊喔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對不對 多久了啊 酒鬼你要的酒 直接放在他身上行不行 絕對不行的吧 這直接掉到他身體裡面去了 來吧就放在這邊吧 NICE 酒鬼你是不是好像也尿褲子啊酒鬼 酒鬼你的腋下 YES 他說他非常非常的熱愛這個啊 哇 這個味道 太香農太強烈了我會付錢的170塊錢 最香農最 最香最濃烈的 祥林特製 哦耶 170 170 他直接掏了之後你就 你就再也不再多喝幾口了嗎 再來再來再來 170 170 所以20罐就是3400塊錢 3400塊錢啊 但是 要怎麼說呢 釀這個真的是要等時間喔 還有不過 好的一點是你不用像那個 像那個木材的對不對 雖然也是3200塊錢 錢差不了多少啦 但是 他那個你要完全一直等他的時間喔 你要在遊戲裡面待上好一段時間 說過了應該是要 不知道可能要將近八七八個小時吧 在遊戲裡面待那麼久的時間 那個卡木頭才會再給你一次這個工作 那這個的話呢 反正你就是 酒釀好 酒釀好好像也不用太久 是蠻久但是好像沒有那麼久 然後你再拿過來這邊就給他就可以了 那這些瓶子呢 我們到時候也都可以回收 記得去垃圾廠了 拿 這些瓶子回來回收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不是也變成說是發臭的瓶子嗎 所以從垃圾廠回收的瓶子 發臭發霉了 我繼續裝這個酒來 給他更多特殊的農烈香氣對不對 沒關係 在我們這樣子講講的這一段過程之中呢 我們的錢 就已經準備要 可能要再兩瓶 可以破萬對不對 只要有破萬 我們剩下最後一瓶乾脆就給自己喝吧 是不是這個下去就破萬了 終於 終於終於 Yes 破萬了 而且他 看到沒有他其實超信任我們的有沒有 因為我們把第一瓶拿給他喝的時候呢 他後面幾他就都不檢查了 他就是以第一瓶為標準然後認為我後面這幾瓶 都不會摻水 也都是 同樣釀了同樣的時間的 然後用了同樣的原料下去做的 哇 不對我怎麼一個不小心把全部都下去好沒關係 這代表我潛意識裡面呢 完全不想要喝這個酒好了 酒鬼 感謝你喔 順便了再多送你一點這個對 這個是 告訴你一下這個是那個獨特香氣來源了就是這裡了 沒有任何問題 走吧 我們現在呢應該要去拿我們的 電腦了 當然這個是 遊戲呢是 西元1995年的世界 1995年 所以電腦呢也是屬於非常的 早期的那一種 歷經了千辛萬苦 終於是開到了這邊來然後呢我們這邊的話應該是要讓 屁股對著這裡吧 喔不對其實我們應該 又要加油了是的 千萬不能忘了這個遊戲裡面 這個遊戲裡面很重要的東西 加油 啊我看要怎麼樣啊 因為我自己的車停在這裡嘛就變得很大嗎 我這個車現在有點像廢鐵一樣啊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車啊 電池壞了啊 而且他隨時只要做一個小更新我的電池隨時有可能再次壞掉啊 所以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好 加完油啦 看來應該不會花太多的 錢吧 先喝個啤酒吧 在商店這邊就是要這樣子 喝了個啤酒之後呢 耶 竟然沒有丟他臉上 太早喝了 應該要丟他臉上 去吧 所以這邊呢要6,550塊錢 應該是還包含了一些運費在裡面 6,555塊錢嘛 這是多少運費來著 60塊錢的運費是不是 然後這邊我們加油呢 70塊錢 OK 所以我們一下子 錢又只剩下3,854塊錢啦 啊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呢 現在既然說已經算有錢 不對耶我想到了 我們的奶奶不是要我們帶一堆東西給他了 對對對 所以奶奶那邊呢又可以再一次的 呃撈一些錢了是嗎 不過我想要 沒關係我們錢先賺錢先賺吧 這些東西呢又是都要給奶奶的 那我自己吃東西怎麼辦我現在 那就是說呢有些東西可能 哦他看他只有一箱而已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順道呢就再去一次奶奶他家吧那我們就要趕緊的出發了 是的這一箱東西呢看起來也很像我們要送貨的東西嘛 那這個東西呢是送到我們自己家裡去的 然後呢 基本上 我們到時候還可以嘗試一個東西喔就是 我們如果吃了一大堆的東西的話體重變得超重 好像我們走路速度也會變慢然後呢開這個車的時候呢 這個車好像也會變得比較難就是會變得比較重吧加速會變得很慢啊速度沒辦法拉很高的樣子吧 他又再一次卡在這邊了 之前有一次尾隨他的時候對不對他就是卡在那邊了結果現在呀 這一次還是看他卡在這邊了 問題來了 這個奶奶好像沒出現了 下午 時間已經超過了 奶奶好像只會待到下午4點的樣子吧 那這些東西我只好自己留著了 剛剛應該多買一個酵母的這樣我就可以去釀酒了 啊回來了回來了而且現在看起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改裝車子 對不對就算車子改的再好又怎麼樣 車子改的再好 他遊戲一根先把我的電池弄爆廢了我那一台車又跟廢車一樣沒兩樣然後就在路邊了 所以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不過我們的車呢我總覺得在這麼下去的話我們還是要 把他測試滴滴滴好好的改造這些倒是不一定要啦我說真的 這一些 啊 真的不太需要對跟性能啊什麼的無關 輪胎應該好像暫時應該也還好 這個這個可能要 但是我現在呢就算把信弄出來好吧先點一下好了 然後這個應該也要 化油器的部分這個應該也要 對不對啊這個可能也要 這個應該暫時還好 然後化油器我們直接買最好的吧對不對 那散熱器感覺有需要買一個新的但是好像 好吧也買下去吧 這邊全部的東西點一點之後我相信又破萬了 又已經超過了 是還有這個還有這個 啊這邊這邊我相信加加應該是差不多要兩萬塊左右啦這個 這封信對不對 這個訂購清單 應該是要將近兩萬塊啊哈哈哈 所以我 好不容易賺到一萬塊 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一萬塊而已 那個是隨便用東西一個點一下就兩萬塊啦 我們電腦用力亂摔是沒有關係的來吧我們的電腦 我們偷偷摸摸了 是的 關起門來開啟燈來 哇 大家看 這個窗外 欸不對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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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光這反光 他這麼真實喔 他反光還真的反成那個樣子啊 所以我們原本可以像這樣子很悠哉的盯著我們 窗外看的 誰家的化糞池滿了 果然還是有人的化糞池漸漸的滿了起來了 所以 原本應該是可以像這樣子悠悠哉哉的享受著外面 但是呢 每天看著這樣景色 還是覺得心煩意亂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台 電腦在這裡啦 沒有錯 我們呢有兩個喇叭 喇叭亂甩一下 所以呢這邊呢還有 這是鍵盤嗎 這應該是鍵盤 這是鍵盤滑鼠 鍵鼠組 還有一個螢幕跟一台 主機 我記得沒錯他應該是 主機是放在螢幕的下面的 所以主機呢是 最 這個這個CT要先拿起來 然後我們 哇 對了還有一點就是 他那種的電跟電話是一起的啊 對我忘了這件事情啊 所以我們在用電腦的時候呢 完全秉除任何的雜念 是的 完全秉除任何的雜念 不會有人來煩我們 然後呢這個東西 也要給他放下去了 他這 我說真的啊 他這樣子吼 面對這邊然後頭呢要歪像這樣子 這個這個說實在啦 他這個姿勢久了 他的他的脊椎會出問題吧 這個這個在使用的時候還是小心一下 真的 這個脊椎一定出問題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電腦 所以我們的電腦終於安置好了 然後 為什麼要把這個電腦用下去呢 因為我們爸媽 留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給我們 這個 在這裡 這是我們爸媽 留下來的 我不曉得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可以點開來看一下 順便看一下我現在的體重啊 我的體重呢 看樣子好像是有變重 因為我終於開始有正常的吃東西了 是嗎 我一開始體重是不是還稍微減輕了 對不對 現在體重終於稍微變重了一點 我們這個東西看起來應該是蠻重要的吧 我們可以進入 遊玩模式 是的 這個可是我們花了 大把的錢才終於賺到的 總之不對啊 花糞池到底 我電話要不要先把它接完啊 不對其他兩家也 其他兩家嗎 對其他兩家也不一定滿喔 總之 這個 我們先插上去 然後呢 秉出一切的雜念 開啟電燈 我不能把窗簾拉上嗎 總之我們進入 遊玩模式吧 他會自動的坐下來 然後我們要開 開機在這裡 所以這邊還有重啟電腦 電源跟重啟電腦而已 電源 右下角出了一個成就了 以前沒有這個成就的啊 現在有這個成就了 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這一個 能放進去嗎 可以 有了 有所以我們打一下 A冒號就會進來A槽 A槽指的就是這個磁碟片裡面的內容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DIR 看一下這個磁碟片裡面有一個什麼東西呢 有 不過那個字看起來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我印象中好像是有一個選項可以讓我們拉近視野的 有嗎 應該有一個拉近視野 拉近視野是這個 所以我們要確定哪一個按鍵是所謂的拉近視野 Z鍵有被使用了嗎 Z鍵好像還沒有被使用 我們用Z鍵吧 Z鍵我們就可以拉近視野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拉近 但是為什麼一直按著Z的時候它會變那樣子 這樣我們才可以看得比較清楚這上面的字在寫什麼啊 我的天 所以這裡面的只有一個程式名字叫做J-O-U-L-U 喔天啊它好寫實喔 以前那個這個磁碟片在讀取的時候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面的是某一個奇怪的遊戲喔 這個是怎樣這個是什麼聖誕老公公在偷東西嗎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遊戲啊 我怎麼開始按Enter可以開始嗎 可以 第一關嗎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聖誕老公公要來不斷的收集禮物的一個遊戲嗎 喔然後它走路速度會越來越 撞牆壁就會死 早期的遊戲還真的是很莫名其妙耶 總之我們先先像這樣子 OK 好 收集的禮物如果越來越多的話呢 其實 太難操作了吧我 我好像只有左右能點而已 它是一直不斷的往前走 我只能選左或選右然後它就是像這樣子 不斷的左轉或右轉而已 而且它有一個 它有自己的一個轉彎半徑在 等等這遊戲有點難耶這遊戲 主要是因為它的操作相當的莫名其妙啊 這 這 一個不小心就會撞牆壁啊這個 這怎麼可能不撞牆壁的 越走越快了 天啊然後 基本上來說的話呢如果我沒記錯好像 這有 這 這遊戲裡面應該說我的夏季汽車這遊戲裡面呢 電腦好像不只這麼一個遊戲能玩吧好像還有很多個磁碟片能用的樣子 我居然進了第2關了 還有牆壁什麼 哎呀 是不是相當有意思呢 我的壓力呢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沒想到我居然按一下就直接重新開始了 基本上呢應該是最角落的要優先去 怎麼會玩不出來的啦 基本上呢應該是最角落的要優先去吃吧 慘了我現在的速度越來越快了 太難了吧這遊戲為什麼這麼難 所以看這樣子呢他這個電腦螢幕的上面有三個數據喔最左邊那個應該是我不知道 最左邊那個是 我們剩餘的生命數嗎 然後最右邊的那一個呢看起來是還有剩餘的禮物數我們要撿吧 中間那個是我們的關卡吧 我們現在第1關他就寫1吧 然後呢我們剩餘的生命數呢是0這樣子 我比較覺得奇怪的是這個聖誕老公公他不是應該東西拿越多越重越走不動嗎他怎麼速度越來越快了 他怕被別人搶走嗎 各位我發現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好像我的左上角的那一些 需求指數會上升的好像比平時還要來的快 還是說我真的在這邊已經玩了太久了 只剩下三個了這是第2關 第2關很難 第2關 winter 第4關 反映了我本人的狀況了嗎 左上角的壓力怎麼升得這麼高啊 我不是在玩遊戲嗎 為什麼壓力會越來越高的 玩遊戲都不能好好的放鬆 這算什麼玩遊戲啊 好吧總而言之我們應該先離開電腦了 直接關機了吧 我相信 這一切都是因為等一下我為什麼離不開這裡的 我離不開 我要後退才行 我要往後看才行 才能夠離開這個所謂的遊玩模式 大家可以看現在的時間點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我們還是準備要來好好的接一下電話吧 我們左上角已經 又疲累身體又髒了 除了膀胱沒有滿之外 其他的幾乎都已經要全滿了 下一次的話 把 食物拿去給奶奶的話 我再去另外買一包吧 然後還有這一袋的東西應該也不會全部都開完然後就可以一次拿給奶奶很多很多的東西 6個糖就是我所需要的我只差一個酵母可是呢 那個酵母沒有辦法 我沒買嗎所以這個袋子裡面絕對不會有 那就先留在這裡吧 好啦那我們丟根煙吧 直接朝著我們油桶那邊過去好了 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如果說我們已經買了電腦了嘛那電腦的那個宣傳單應該就已經不見了 不需要再出現了嘛那有可能會跑出什麼樣的東西呢 還是說他就已經完全空了這樣子喔總之我們先一口氣把這根煙呢 全部都抽了 一彈 有有帳單 所以除了帳單之外呢 其他的東西呢 都已經 完全的沒有了 是的所以這一封 我沒有詳細計算啦但是我看樣子可能是要2萬 左右的信封呢就要投進去了 我有沒有辦法賺到那2萬塊呢 我們車子的升級零件 雖然就算升了的話那個電池還是沒事就會壞掉 喔然後忘了看了 其實最重要應該看他的喔果然 商品都沒有上架 商品都還沒有上架 真的看臘腸什麼都沒有 老闆他真的很懶 我昨天把東西都買完我睡個覺起來你今天要補貨了吧 結果他根本不補貨的 喔這邊大家看 超多工作 好所以終於呢又有一堆的糖然後呢下我們要買一個 是的 然後這邊讓我們乾脆也全部都給他點了吧看看奶奶要不要囉 奶奶不要的話呢我就留著自己吃吧就這樣子OK的 奶奶應該是不會要這個了但是我們也還是 拿一下啊這邊的東西在全拿哇我的天 到底是多少錢來這了 700塊而已還好嗎 這兩箱呢最重要的只是留給我自己要喝的 是的 其他的食物呢才是比較重要的要塞給奶奶的 那這一堆裡面的話我就直接先炸開吧沒有關係喔 哇真的多了 現在比較好奇這個馬卡龍他到底要不要之前他是沒說他要 但是他真的會要嗎 他不要有沒有 所以我買了這個馬卡龍真的只能自己吃了因為他不要 這個馬卡龍他是不要的 他真的只要糖蠟腸喔還有牛奶而已耶 看來東西應該是都上完了 然後呢奶奶還在講話耶 哈哈 看這次奶奶話會比較多啦 奶奶這次話真的會比較多我們再一次好好的確認一下大家看這一次的東西真的都是 完全爆滿的啊 會不會錢還是跟之前一樣的只給600塊左右吧我記得 啊有啦有啦有啦終於 多少錢呢 為什麼奶奶 為什麼我帶比較多東西給你 卻只有141塊錢 意思就是我們下次呢其實只要 帶一份蠟腸來就可以了或者帶一包糖過來就可以了嗎 我這次帶了這麼多一大堆的東西 141塊錢而已 奶奶看來給錢也是相當的隨性的 有了有泡沫有氣泡聲有氣泡聲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就這樣子吧 是的所以接下來 我們生活的目標 就是要把 這裡面的東西全部都買完的感覺吧對不對 雖然說我們現在呢剛剛只點了一些 好吧不管怎麼說的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我的夏季汽車感謝大家的收看了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囉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拜拜 拜拜 拜拜